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任何国家从未创造过的历史奇迹 然而 随着闭关锁国及西方列强压迫下 中国被迫签订多达40个丧权主国条约 共计割让土地近百万平方公里 晚清时期的中国也是历史上最落魄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实现祖国统一也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 不仅是对西方大国的有力回击 也为祖国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 并且有力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可行性 而继香港澳门回归后 一块脱离了中国128年的土地 也悄悄回到了祖国怀抱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将 1158平方公里国土交还中国 面积相当于30个澳门 中国用强大的实力证明 现在已经有能力捍卫每一寸土地 早在2010年 中塔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中塔国际线的议定书 塔方将把实际控制下的 1158平方公里土地规划给中国 并称两国边界的明确划分 有利于两国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更进一步推动两国和睦友好关系发展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东邻中国新疆 国土面积为14.31万平方公里 其中高原和山地占国土的93% 是中亚地区自然条件最差 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一个国家 如此小的一个国家 竟然也能侵占中国土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还得从破章成性的沙俄说起 当时沙俄逼着软弱无能的清政府 把许多西段边界土地割让给了沙俄 其中包括被塔吉克斯坦侵占的帕米尔高原 后来塔吉克地区独立出来 并成立了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中国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塔吉克斯坦逐渐意识到 帕米尔高原确实是中国领土 便主动与中国商讨领土问题 经过十多年不断磋商 被塔坊控制的土地才回归到总国怀抱 截至回归之日期 该地区已被侵占了整整128年 此外这块国土对我国意义也非常重大 后来在勘探该地区时发现了巨量金矿 油矿等稀有资源 数据统计 截至目前中国还有十处领土未被收回 其中一些领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也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相信终有一天 中国所失去的领土一定会全部回归 祖国怀抱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统一